大家好 我是譚淑英 大家可以叫我做Miss Tam 講故事是一個很好的親子活動 不僅可以培養小朋友閱讀的興趣和習慣 啟發他們的想像空間 還可以增強他們的語言能力 那你會問 講故事怎樣才能吸引到小朋友的注意力呢 我教大家一些方法 就是運用聲音技巧扮演故事裏面的角色人物 以及用一些小道具自製音效 令故事更生動有趣 這樣就可以吸引到小朋友的注意力 令他們更加投入 好 接下來我會教子晴妹妹一些發聲技巧 大家跟著一起學吧 你好 子晴妹妹 Hello Miss Tam 現在我就用一個簡單的方法 令大家了解三個基本的發聲位 就是英文字母的發聲位 A 其 同 嗯 嗯 因為每一個人的聲調都不同 我們可以視乎角色的需要靈活調教 A 位 A 是最前的發聲位 屬於高音聲調 用這個位置可以扮演小朋友 小動物和一些溫柔的角色 現在我就用A 位示範一個小妹妹和一隻松鼠仔 我們可以模仿小動物的特徵 再加些變化 開始啦 我有一隻松鼠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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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很可愛的 哈哈哈哈 多謝你讚我 哈哈哈哈 芷晴呀 你嘗嘗用A 位發聲 A 嗯 我想你高點音 嘗嘗聽聲高點 A 啊 做得很好啊 好了 現在到K 位了 K K 是屬於中音聲調 適合演繹一些平和成熟的角色 適合演繹一些平和成熟的角色 K K K 扮演男生都很適合的 我現在呢 就用K 位扮演一個大哥哥 Hello 芷晴 有你做我的拍檔 我很開心啊 芷晴 你可不可以用K 位 扮演一個男生啊 好啊 MISS TEN 不要扮得像不像啊 都很像啊 芷晴好聰女 最後就到K 位了 嗯 嗯 這個位置 是用喉部發聲 加鼻音的共鳴腔 亦都可以單獨用喉部發聲 這樣就可以做出低層的聲調 例如做老人家啊 惡魔啊 和一些龐大的動物都可以 現在呢 我就用喉部這個位置 示範一個婆婆的角色 我是一個老婆婆 我 芷晴 你也嘗嘗好嗎 好 你要用呃位來扮婆婆 我是一個老婆婆 嗯 做得不錯 除了利用發聲位之外 我們都要因應角色的外型年紀特徵 加以變化 這幾個發聲位 可以做出不同的效果 大家不妨試一下 其實聲線技巧 不止是講對白 還可以扮演動物的叫聲 我現在就示範幾種叫聲 公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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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不知道是甚麼聲音? 是恐龍沉睡的聲音 還有就是BB仔 講故事時,如果加插這些技巧 會傳神很多 好了,講完聲效就講音效了 在講故事時,如果加入適當的音效 令小朋友好像自身在故事裏面的世界一樣 令他們更加投入 做法很簡單 只要利用小小道具就可以了 而這些道具,每一個家庭都會有 梓晴,我們開始了 好啊 我…是…雞…是…人… 各位,是否很簡單呢? 講故事時,可以叫小朋友一起做 那這個親子活動就更加有樂趣了 演繹角色和自製音效 都需要有豐富的想像力 看多些交通片,可以幫到你的 好了,這一集和大家分享的 發聲技巧和自製音效 到底怎樣運用在講故事上呢? 在下一集,我會結合兩樣技巧示範給大家看 還會為大家介紹一本故事書 聖級弟弟的第一份禮物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